中国一座逆天古墓,日本人曾七次盗绝,考古专家说文物价值十亿,湖北历代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因为湖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不仅如此,湖北还是汉文化主要构成之一的楚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现代的考古上,在湖北曾多次发现并挖掘了大型的古墓,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但在很多人印象中,湖北考古的古墓似乎只有战国、汉代时期的,其实不然,湖北在2005年曾挖掘了一座明代时期的大型古墓,不过这是一座逆天古墓,为什么这么说呢?欢迎收看剧坛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和很多朝代一样,朱元璋建立起明朝后,思考了历史上的朝代,发现极权的朝代国运都不会很久,但周天子的分封制可以使得其拥有800年的江山,而汉代也实行郡国制度,也使得汉代拥有400多年的国运,因此,朱元璋也实行翻封制度,这种制度由皇帝嫡长子封太子,继承皇位,其他子封亲王,也就是一字王,亲王嫡长子封世子,继承皇位。 其他子封郡王,也就是二字王,其二十三子影镜王朱栋,则被分封到中享,今天要说的这座古墓,便是朱元璋二十三子影镜王朱栋之墓,因为这是一字王之墓,因此在明代灭亡后,尤其是在近代的动荡中多次被盗,其中最严重的是1937年后,日本军队多次盗掘此墓的,先是将古墓上方的古建筑全部毁掉,而后多次动用炸药想盗掘古墓中的文物,不过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打错, 他们耗费了大量的兵力,都没有将这座亡灵挖开,最后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将亡灵的地面建筑全部轰炸一番后,便灰溜溜地离开了,在残留的建筑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被轰炸的痕迹,拒不完全统计,一共倒决了七次,但日本人倒决的这七次都没有成功,足以说明古墓的逆天之处,建国后, 考古家并没有对古墓进行考古挖掘,而是进行就地保护,但没有想到,在如此保护之下,古墓还是被当地的盗墓者给盗掘,那由于这座古墓在历史上多次被盗,而且不少盗洞已经几乎到达了主墓室,这对于古墓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 考古家在2005年决定对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而这一次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震惊了世界,根据史料记载, 影王墓的地面陵园建有红城墙127障,大殿期间还有30多座厢房,地面建筑十分宏伟,可惜的是,如此壮观的亡灵建筑,我们已经见不到了,尽管古墓被盗,但仍出土了400余建文物, 包括金银器、瓷器,其中最珍贵的一件便是给考古家称价值十亿元的原青花似爱图梅瓶,要知道这件文物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至于这件文物为何会价值十亿元呢?其实这得从文物的本身说起,这是一件世界罕见的原青花词,全球原青花词不过百件,而这件原青花似爱图梅瓶更是孤品文物,所谓的似爱图梅瓶其实就是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宜爱莲, 林和静爱梅赫等四幅文人雅图,至于价值十亿元,有人说达不到这个价格,但也有人说远超十亿元, 因为除了文物本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收藏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华历史的见证者,不应该用价值来衡量,事实上,在前些年就拍卖了一件原代萧和月下追寒信青花瓷瓶,其价格是八亿元港元成交, 因此专家推测古墓中挖出的这件文物要是拍卖的话至少也价值十亿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湖北省博物馆去看一看哦, 但是,在墓中也发现了三具红漆灌木,里面竟然是六具少女的骸骨,欢迎收看剧谈史。 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这六名少女军未成年,明朝的殉葬礼仪早就臭名昭著了,在朱元璋死后,就有四十位妃子殉葬,事故就埋在明孝陵,殉葬这种残酷的先秦制度,汉代后逐步灭绝,但在明朝又死灰复燃,主要针对的是死者的妻妾等女性,从明代洪武到景泰武朝,因殉葬而搭进去的后妃有上百人,而王公大臣,民间百姓也多有效仿。 实书记载,永乐十二年,一千四百一十四年,影镜王轰逝,王妃自经,自杀,殉杰,明太祖朱元璋,活了七十一岁。 后妃众多,但除了马皇后,成务孙贵妃等少数女人外,其他人不过是她用来绵延子嗣的工具而已,在她心里,废子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生孩子,在临终时,为防止后妃干政,干脆下令全部殉葬,据史料统计,明太祖朱元璋,殉葬者三十八人, 所以,除了明确记载的死在朱元璋之前的妃嫔,其他的,如果活到了洪武三十一年,她驾崩之日,基本上都被殉葬了。 如此看来,影王的生母刘慧妃也应在其列,永乐十二年,公元一千四百一十四年,在湖北就藩的影王朱栋突然去世了。 年纪二十七岁,留下年轻的王妃和三个芽芽学语的女儿,如果说诸动的生母刘慧妃是否是殉葬的,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没有史料记载,那么影王的王妃郭氏,则可以肯定是被迫殉葬的了。 永乐十三年,在丈夫死后的一个月,安顿好影王的丧事,郭王妃确定自己没有怀上姨父子后。 自杀殉葬,明史记录了郭王妃死前,对宫人们令人肝肠寸断的叮嘱,王红于悦,非同哭曰,为王人无子,上谁事,引进血容妇工人,曰,四诸女长,令使母,碎字经,从王妃死前,忍着骨肉分离的哀痛,对哀镜子,画下自己的容貌,希望等到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后,还能知道母亲长啥模样来看。 王妃一定是非常舍不得孩子们的,可惜她没有魏影王生下个儿子,否则说不定还能逃过一劫,现在等待她的只有死路一条,哪怕她是薰贵之后,哪怕她还有三个幼小的女儿需要照顾,笔者是不相信王妃是心甘情愿的。 根据史料,以及当时的环境,郭王妃的死,只可能是被迫自禁,而根据2005年出土的,影镜王牧师中六名年轻女子的遗骸,则可以进一步佐证郭王妃的自禁,其实是被逼的,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影镜王虽然寿命不长,可是对其陵墓的考古,却证明了明代初妻活人殉葬制度的残酷,影镜王活着的时候,虽然有贤王的称号,但因为没有儿子,死后失去封地,妻子被迫殉葬。 他们的三个女儿,也在后世,被其他皇室成员随意欺负,而和他同年出生的朱元璋第二世无子一王,虽然在所封之国,唯非作歹,甚至差点因此被废除爵位,但硬是凭着生了一个儿子,将一王府的香火世代流传了下去,这残酷的对比说明了在中国古代,王公贵族有没有儿子,结局真的差太多了。 在明朝早期,任逊这种封建习俗卷土重来,朱元璋去世后,殉葬的妃嫔妊达到了六十多人,有了朱元璋这个先例,因此专家们判断,这六位妙龄少女,应该是影镜王朱栋的陪葬丫妊。 好在这种恶习并没有持续多久,明宗在去世前,及时废除了这种陋习,在棺床上,还有两个保存相对完好的小箱子,专家打开一看,里面盛放的分别是朱栋和王妃的礼服,里面有朱栋的缅冠和三套玉佩,看上去非常精致,其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器物,叫做玉龟,这些都是彰显帝王公卿的重要器物。 随后专家们还清理出了两根金簪,还有一件随身佩戴的玉妖带,这时候一个小的漆盒引起了专家的注意,漆盒里有一些小颗粒的物质,专家们推断。 这是一些丹药,然而,为何影镜王朱栋和王妃的尸骨却不见了呢? 从棺床上还有墙壁上的一些裂痕,专家们推断,影镜王在下葬不久后,这里就发生了地震,导致地下水渗入,洪水退去了,墓室内变得干燥起来, 两个人的尸体也就慢慢地腐烂殆尽了。 影镜王墓中一共出土了四百多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一百多件,但要是最值钱的一件文物, 但初还差点让专家们忽视了,那就是摆在棺床边上的两个不起眼的瓷器瓶, 一件叫做青花龙纹梅瓶,另一件叫做青花似爱图纹梅瓶, 这两个瓷瓶分别放在影镜王和王妃棺床的头前,这两件瓷瓶正是原青花瓷瓶, 因为传世较少,所以格外珍贵,其中属于王妃的那件青花似爱图, 更是估出了高达十亿的价格,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从影镜王墓中可以看出,作为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 朱栋的墓葬已经比他六哥楚昭王的奢华不少, 但是到了他侄子梁庄王那一代,王室的奢靡之风已经开始盛行, 而其中的活人殉葬制度也揭开了明朝不堪的一幕。